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内文分享来自第十四届报导师 尹成军 经常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要做报导师呢?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因为上帝呼召了我 抵达了宣教区的时候 我证实了我的答案 上帝对我说 我为你预备了这一切 参加报导师培训的时候 我曾经为即将派驻的宣教区而祷告 上帝呀 如果没有电 没有气体炉我没有问题 大不住呀 如果可以 拜托的 让我派到有水的地方 请不要派我到 必须躲在树林才能够去厕所的地方 后来我如愿以上 来到一个没有电 没有气体炉 但是水多到整条街 经常都来临不堪的地方 而且在我们的宿舍里面 就有厕所可以用 如果我的祷告是 祈求上帝 送我去到一个有电 有气体炉 有水源充足 还有冷暖空气的地方 那我不如留在韩国就好了 上帝也都为我预备了一个伙伴 我的伙伴非常友善 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从来都不会抱怨 也都不会说任何的不好的说话 还会包办了所有卑微的工作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成为报道士 他说 因为末后的日子已经到了 我必须做上帝的工作 但无论他的回应是怎样 我似乎好像听到他是这样答 我来这里是为了成为你的伙伴 我的伙伴正正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人 然而 如果只有我和我的伙伴 住在这间这么大的屋里面 我们都会觉得孤单 所以 另外有一位离乡别井 为人可靠的男人 和我们同住 我必须说 他也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人 他早年丧父 这20年都是靠着电锯工作 养活了单亲的妈妈 和七个的弟妹 我到达孙教区两个月之后 建造教堂的木材 就是等着这位弟兄来进行裁切的 我一抵达孙教区 我就打电话给 我思念的家人和朋友 告诉他们我们准备建一间教堂 我的父母 同学和朋友 立刻筹款 捐了80万的韩币 令我们可以在当地 建造一间很漂亮的教堂 透过这里 很多的生灵 上帝 告诉我 我为你预备这一切 1999年11月27日 就是在我抵达的两个月之后 一共有16位宝贵的生命 被带到上帝的面前 在他们受洗之前 握手的感觉很平常 但是在他们受洗之后 握手的感觉就很不同了 我感受到温暖 我大声的叫住 感谢主 更令我感动的是 还有无数的生灵 渴望学习圣经 上帝逐一向我 揭示了 祂的计划和旨意 我知道上帝已经为我 预备好这一切 因此 我万分期待祂 为我 愚客的服务 所预备的祝福 今天的神中课 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